例如我今天這個叫問題7 我這裡面的資料如果我希望有個地方可以放 那我是不是可以放在一個 假設 以前可能你可以放一個XML檔 或者是放一個什麼 現在流行叫CSV檔 或者是一個什麼JSON檔 那有的時候我要同步的話 或者從資料庫 那可是我覺得 剛剛講的這幾種方式 有點麻煩你必須要放server上面 那 等一下跟各位介紹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其實還可以放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server 就可以達到 放置資料的 你想要怎麼放就怎麼放 那個你可以放在雲端 硬碟的那個 Google四串表裡面 其實Google四串表 你也可以 把它當成一個資料來源 其實有的時候 以前可能會把它放一個XML 可是我發現 那還蠻麻煩的 為什麼因為你需要一個server 你要去管理那個server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 其實只是 需要一個 資料來源 放個東西在那邊 讓大家一起去更新的話 那更新的 目的是在 Excel裡面 其實用雲端硬碟來做 會更簡便 當然 第一個雲端硬碟 畢竟不是我們的 那可能會有幾個問題發生 比如說他的什麼 安全性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安全性 應該也還OK 為什麼 因為只有 你知道帳號密碼的人 才能看到裡面的檔案 第二個 穩定性 穩定性我覺得 還甚至比 自己的伺服器 還來得更安全 為什麼因為伺服器的話 你還要管理 還要架防火牆 還擔心 害客入侵 可是呢 如果你又雲端一點 到目前為止 好像也還OK 因為為什麼 因為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 網路公司 如果連他的雲端 都不可靠的話 我相信應該 其他應該也 也會有 有余慮 所以請各位先把 這個地方稍微了解一下 把前面 地方 複習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目的 主要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下拉之後 可以做出什麼 這樣的一個效果 把舊的刪掉 快速產生 另外當然你後續開可以延伸 比如說輸出報表 輸出成PDF 輸出成Word 甚至是Word直接幫你列印出去 當然都可以 甚至還可以怎麼樣 自動你做出來的東西 還可以幫你自動輸出成一個一個的Excel檔案 因為現在在這邊輸出有沒有 它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工作表 對不對 可是你想說那我可不可以 這個工作表 自動就幫我轉成一個 變成一個Excel的檔案啊 這個又一個 有沒有 這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假設你工作表 是分別要給不同部門的話 或者不同的人 他看到應該不是全部的 因為比如你這個部門的應該不能看到其他部門的資料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一個一個工作表 自動全部批次都轉成一個一個Excel的檔 當然是沒問題 不過這後續我們再慢慢完成 請各位先把那個 問題 這個是我把問題05 請各位先把這個範例先打開來 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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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